来关心第73届艾美奖 19号在美国洛杉矶 恢复了实体颁奖 以英国王室为主题的 网飞影集《王冠》 横扫了戏剧类的最佳影集 最佳男女主角等七项大奖 成为今年艾美奖的最大赢家 后裔戏兵也传出了捷报 拿下最佳迷你影集 而知名的影星凯特·温斯雷 凭东城其案 夺下了迷你影集事后 那么今年也是网飞 五年来得奖数 首度超越了HBO 串流平台之争 越来越白人化 第73届艾美奖 19号在美国洛杉矶热闹登场 掀起英国王室讨论潮的王冠 横扫戏剧类最佳影集 最佳男女主角 和最佳男女配角等重要大奖 入围11项 夺下七大奖 成为今年艾美奖最大赢家 王冠团队从伦敦连线 演活英国女王的奥利维亚 科尔曼 夺下戏剧类女主角奖 男主角则由同剧饰演王储查尔斯的 乔逊奥康纳摘下 男女配角奖则分别由饰演 菲利普亲王的托比亚斯 蒙西斯 以及精准诠释铁娘子 柴奇尔夫人的吉莲恩德森 暴走 最佳迷尼影集由后裔骑兵夺下 不过剧中有精灵气质的女主角 安亚泰勒乔伊 今年却和事后无缘 反而是凯特·温斯雷 屏东城其案 夺下迷尼影集事后 同剧还挤下后裔骑兵 拿下最佳男女配角奖 是令营